大家好这里是松富蜜语我是彤老师 大家对于看A片都有很多的迷思 认为A片是造成男性早些或阳尾的一个元凶 其实并不是的 我们在以前的影片里面也有不断的呼吁大家 其实A片的好坏其实取决于自己 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个案 他告诉我说他每次在自卫的时候都很正常 但是在刚开始勃起的状况都会出现问题 就是在治疗室里面或者是在跟他的伴侣进行互动的话 他都很难勃起 我去追查他的原因我才发现 他每一次看A片的时候都是直接快转到性爱的动作 然后一直到他这个快速抽插 然后他自己也快速的去录他自己的阴晶 到最后他射 这个状态里面其实是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那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面我一直引导他前面的状态 他该要怎么样才能够缓慢的勃起 透过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他告诉我说他的大脑记忆体里面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无法去想象怎么样跟别人进行前夕的互动 甚至脱衣服甚至说话甚至洗澡甚至按摩甚至口交 这些东西他完全都没有 他是直接进入到性爱抽插的画面 最后到达结束的状态 所以到底A片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第一取决于我们看他的心态 第二是在我们看A片的时候要慎选A片 如果可以的话去选择一些女性导演的片子 或者是所谓的缓慢性爱的这种片子 让我们整个性爱的过程是属于比较流畅的 而不是只是停留在性爱的动作片 这样子会让性爱的状态变成雪上加霜 你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引爆的 你只知道爆炸的过程 不知道如何引爆 我们就会对性爱这件事情产生恐惧 甚至我们不知道他的整个流程 你会造成你在座爱里面的焦虑 所以也奉劝大家看片子 一慎选片子 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看整个流程 让我们的性爱过程是比较流畅的 最好是可以跟我们的伴侣 一起分享我们彼此喜欢的片子 然后最后就是慢慢的水到渠成的 完成我们的新生活 好我们这集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 麻烦帮我们在影片下方留言 开启小铃铛按赞 我们下回见拜拜 再次见再次见 充满 转发 我们先试一再次拍摄 我们先来